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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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杰克 這段影片我們來介紹一個方便的工具 叫做BUFFER 那我相信大家常常會看到這三個 這一個LOGO 就是三個東西疊在一起 那BUFFER在英文裡頭 它是一個緩衝的意思 那 等一下講完你就會知道 它為什麼叫BUFFER 那它這個工具是拿來幹嘛用的 它可以幫我們 排成貼文 就是說 我今天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 我想貼到我的粉絲頁 或者是我的Twitter 或者是其他他有資源的平台 這些都是他有資源的平台 可是我不希望這個時候貼 比方說我現在的時間是10點18分 我不希望現在馬上就貼出去 我希望他到中午12點 才貼出去 那你會說 可是我FB粉絲頁 本身就有貼文的排程 沒有錯 你貼文的排程你要 進去 你要進來這個地方 你才可以發布或排程 可是如果 這個工具可以讓你都不用到 你的粉絲頁來 甚至你在手機上 你看到任何一篇文章 就可以發布 甚至 它會自動去抓你的 網站的最新文章 那這樣是不是更方便 更省時省力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怎麼做 我們先來到Buffer的首頁 就是Buffer.com 然後我們就要註冊一個帳號 你可以按這個Sign out for free 它有免費的版本 免費的版本它可以讓你連結兩個帳號 比方說一個Twitter一個Facebook 或者是任選兩個來連結 那我這邊是選擇 我用我的Twitter帳號來登錄 那我已經註冊過 所以我就不註冊 我就 直接 用登錄的方式 看起來是一樣的 然後 它會問你要不要授權 然後你就 我就授權 那這個是我在我Twitter已經登錄的狀況之下 進來之後 你第一件事情 你要連結 因為我已經連結過了 所以 可能我進來的這個畫面 跟你一進去的畫面不太一樣 那 我們可以在這邊 帳號這邊連結 按加好 那你這邊有 五大平台可以選 那在Facebook的部分 跟LinkedIn的部分 都還有細分 比方說像Facebook 你可以連你個人的頁面 你個人的時間軸 你也可以連結一個粉絲頁 Page是粉絲頁 你可以連結社團 Group是社團 那你會看到我左邊這邊 我連結兩個 一個是我 Twitter的 友誼教學網的官網 那另外一個是我 Facebook粉絲頁 那 因為免費的版本 我只能連結兩個 你可以升級 比方說 好我現在已經連結兩個 我現在又要連一個社團 那他就會跟我說 你要升級 你要升級到所謂的 Awesome Plan 那你就可以增加十組 十組帳號 而且你可以放到100篇文章 到你的Cue 就是一個排成 一個排隊的狀態 好 那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我們正式要貼文的話 應該怎麼做 你其實你一進來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提示叫你安裝一個 像我是用Chrome Google的瀏覽器 它會要求你裝一個外掛 那你現在在畫面上 看到右上角 這個 就是一個外掛 好 那 你 通常你 比方說你瀏覽到這一篇文章好了 那你覺得這篇文章不錯 你想分享到你的粉絲頁 那 你不用複製網址 然後再到Buffer裡面來貼上 你其實是可以直接在這個瀏覽器裡頭 按Buffer 好 然後 它就會自動 出現說 欸 我等一下 要幫你貼這一篇文章到 Twitter 還有到 Facebook 因為我 我這兩個有連結 粉絲頁 好 然後 比較奇怪的是像Facebook 它不會自動幫你放文字 所以你這邊可以自己寫 那通常我會直接把上面 Twitter的複製下來貼上 所以這個就是你等一下會貼到Twitter的內容 跟 你會貼到你Facebook 粉絲頁的內容 是這樣子 好 這個我 調整一下 然後 然後 確定都沒有問題了之後呢 你可以 直接按 加入 排隊 進去 排隊 排隊 等一下我再介紹 好 那這個畫面 這邊你也可以再替換 圖片 比方說我覺得這張圖我不要 那這個是不是又比你在Facebook更方便了 好 在Facebook裡頭你可能抓到就是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替換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再放一張圖片 好 那我就放到我的列表 好 直接貼好了 應該 這個是還OK的 那進到我的列表時間會是怎麼樣子 你看我到 我點一下 這個就是 我現在裡面排隊 有一個 可是他為什麼沒有馬上發表呢 是因為 你看 我的schedule 就是排程的時間 你進來的排程時間可能只有兩個或三個 你可以自己加 好 那我現在是10點 25分 所以我下一次會在12點03分 才發表 所以這一篇文章 他不會在我現在10點半就馬上發表出去 他會等到12點多的時候他才發表 所以這樣就很方便 你只需要看到一篇文章 然後按你的瀏覽器的buffer的分享按鈕 甚至有一些網站 他本身在文章的旁邊 他其實就有buffer的分享按鈕 你可以直接按 你不一定要用到你的瀏覽器 好像是這一個網站 他就有提供這樣的功能 他在這裡 加號展開 其中就有buffer 比方說我要分享這一篇文章 一樣 我就可以把它加入到 我的 buffer賬號裡頭去 而且這個是不需要我去按瀏覽器的分享按鈕 他在這個網站本身就有了 所以這是非常方便的 好 那在其實我們加入到 buffer去排成的文章 他其實還是有其他的選項的 比方說我這一篇文章 我就是想現在馬上發表 因為他可能有時效性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直接按旁邊這個 箭頭展開 你可以選這一個 now 就是現在 那如果你說 我不要按照我剛剛的那個時間表 我的時間表是 現在是10點半嘛 那我要到12點才排 可是如果我希望說 不要12點呢 也許我這一篇要在 另外一個時間點 那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選擇 schedule post 好 我們講一下這三個 share next 就是下一個時間點 那就回到剛剛那個 我自己先設定好的 那幾個時間點 所以下一個看是12點還是 你自己設的1點2點3點 你就下一個 那就跟直接按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那 share now就剛剛說的馬上發表 不要再去排成 那這邊 schedule post 他可以 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去排成 比方說 我今天是14號 我希望他 明天15號的 比方說 凌晨3點 隨便舉個例子 3點半 然後按下去 schedule 那他就會幫你排 這個時間點去發布 所以其實他也是非常彈性的 那已經 OK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看 好 我就有兩篇了 兩篇的排成 而且這一篇是我剛剛排到 明天的凌晨3點半 有沒有 tomorrow 那如果說 我現在要把這一篇文章 我不想要了 我想刪掉 OK 我先選到我的帳戶來 然後在內容的部分 你會看到兩個排隊的 然後我移到這一篇文章來 按刪除 那就 這篇文章就不會發出去了 那這個也是一樣 我可以按刪除 或者是我可以編輯 我可以改一下這個文字 這是他自己抓到了 就不能編輯 我們可以編輯我們 輸入在 就好像我們一般貼文的時候 我們輸入在 上面內容的部分 這裡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 馬上分享 就不要排隊了 直接去分享 所以這個是非常方便的 我們可以看到 任何一篇文章 然後再搭配分享按鈕 你就不用登錄到 Buffer帳戶 也不用再去跑去你的 Facebook粉絲頁 或Twitter的後台去 去貼文 而且它會按照 你預先排好的 時間段 像我這邊有排了七個時間段 它就按順序會幫你發 那我這邊是選擇每天都一樣 這七個時間段 你也可以去設定 比方說我 星期一 是這個七個時間段 但是星期二 這個我不要發 通常週末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改變一下 工作日 你就可以暗藏 或者是就是 就是每天 所有藍色都選起來 就是每天 那這邊還有一個 功能是要升級之後才可以用的 這個我們就不介紹 我也沒有辦法去介紹 因為我的贊物不是升級過的 那這邊還有一個分析 就是說你已經貼過的所有的文章 你可以從這邊看出最近的 最受歡迎的 最受歡迎裡面還可以按照 比方說 按讚最多的 還是回應最多的 還是 點擊這個網址連結最多的 還是分享最多的 還是搜尋最多的 所以這個最受歡迎的 篩選標準 你也可以自己再選擇一下 然後這是最少的 最差的文章的貼文就對了 那你可能發現我三個月前這一篇文章不錯 效果不錯 那三個月後 我可以重新拿來回鍋再炒一下 你就可以按這個 Rebuffer 它就會重新再幫你排成去發表 那我本來一開始有介紹一個功能 就是說 它可以自己去抓你網站的更新文章 比方說像我教學網 我如果網址後面打FED 這是Wordpress的網站 通常如果它沒有特地把 RSS的功能關掉的話 它應該就是有這個 RSS訂閱的功能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網址 貼到Buffer來 貼在哪裡呢 比方說你要把這個網站所有的最新文章 全部灌到這個粉絲頁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按一下粉絲頁 然後Content底下的Feed 不過這個功能目前是要升級才可以用 那你就可以灌進來 而且你不只可以灌一個網站 也不只可以灌自己的網站 你任何一個網站只要它有RSS訂閱的功能 你覺得不錯 你就可以把它的RSS 把它輸入進來 那它只要一更新文章就會 就會進到Buffer 然後Buffer就會幫你貼到你的 連結的帳號 所以這個功能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那如果說你有考慮要升級的話 這是它的方案 如果你是月角 就是一個月10塊錢美金 就是大概300塊台幣左右 那如果是年角的話 就本來應該120嘛 美金 它就大概送你兩個月這樣子的意思 那你就可以連結 RSS feed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你可以 就是在內容列表的這個部分 最多可以排到100篇 那你就可以自己判斷 有沒有必要去升級 一個月300 我覺得其實也還不錯啦 那我們最後再補充一個就是 排成時間的部分 那預設會抓到什麼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要改成你的當地時間 那當然你也不一定是當地時間 你應該是說你希望貼到你的粉絲頁 或者是你的Twitter 或什麼平台上面的時間 那像我都是設定台灣 如果你要改 比方說我希望改成日本 我希望是日本時間 那你可以輸入東京 輸入一個城市 輸入一個城市 如果輸入Japan 各位 JPN 最好是輸入一個城市 那像我們在台北 我希望跑台北時間 我就輸入台北 輸入英文 那你不同的帳號 你可以有不同的時間 比方說我剛剛Facebook 我是要台北時間 可是我的Twitter 我希望是 比方說曼谷時間 好了 那我的Twitter帳號就是會 曼谷時間 那我的Facebook是 台北時間 它是可以這樣分開設定 那Buffer的使用 就為你介紹到這裡 教育 就是 嘩 你 你 我 我